好了, 最後一題 它就說ABC就是90度 然後AB pair now to DC 然後AED也是90度 就叫我們prove ABE和三個人ECD是相似的 好, 做了 好, 因為ABE加各ECD等於180度 這個是什麼呢 Interior Angle AB pair now to DC 所以呢 各ECD就會等於90度 因爲各ABE就會等於ECD 好, 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考慮這隻各 各BAE就會等於180度 減90度 減各AEB 這個就是Angle Sum Triangle 另外一樣東西我們再考慮就是這隻各 各CED 那它也會等於180度 減90度 減各AB 那這個就是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那所以呢 各BAE就會等於各CED 那最後一個 各AEB 就會等於各EDC 那這個就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因爲另外那兩隻角一樣的 剩下那隻角都一樣 所以Triangle ABE 是SIMA to Triangle ECD AAA 好, 接著到B 好, B1 那Found the length of CD 這條圈 那我們找CD的話 我們看回這一個 哦, CD 它的對應是什麼呢? BE 跟著我們還有些什麼 我們知道的 我們知道 它告訴我 我們知道 這個是15 這個是25 這個是36 我們知道CE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寫CE 那CE的對應邊就是AB 然後整個AB在這裡 那就變成CD ABE 等於36 超過15 跟著BE 呢 BE 這個D 那因爲這個是直角三位 所以我們可以用排輯來做 就是25的Square 減15的Square 的開方 好了 那選完之後呢 就會知道它是 48Cm 或CD 好了, 到B2 叫我們找Area 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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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位 那我們找Ade 的話呢 我們要知道 因爲這裏直角啦 所以我們要知道底成高 那個底我們知道 那就是說我們現在欠什麼呢? 欠 de的長度 沒有知道 那CD剛才我們計算是48 那所以我們用完排輯 就可以做到 de的長度了 OK 用完排輯就可以找到 de的長度了 那所以呢 de的Square 就會等於36的Square 加48的Square 那所以呢 de就會等於60 那 therefore for the area of triangle Ade 就會等於二分之一個底 成高 那呢 就會等於750個CmSquare 好了 到第三部份了 它就說了 有個點 f 就在Ade 上面的 such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e 和f 是約23cm 問我們 有沒有這個點 這樣呢 那呢 Ade 去到e的 shorter distance 其實就是 perpendicular distance 我們假設這個位置 x 那我們就算一下 ex是多少 那如果有 如果 ex是大於23的 那就是說 它不可能有個f 是再小於23的 如果 ex可以是小於23的 那我們就會有個point 是小於x就是f的那個point 好 好了 那 那麼 let x be the point on ad from e perpendicular to ad 好 那我們就要找 x e 那 我們可以用什麼來做呢 用回三個型的面積去幫忙 那三個型的面積呢 那三個型的面積呢 ad乘 x e 除 e 就會等於750cm square 好了 那ad 怎麼計算呢 因為我們這個 也是直角三明 各 e是一個直角 所以我們可以用perpendicular to ad 好了 開方 25square 加60的square 成這個x e over 2 等於750 那所以呢 x e就會等於什麼呢 x e就會等於23.07692308 那這個數呢 是大於23的 那所以呢 我們不可能還有一個點 是 令到ef 可以小於23 所以呢 然後呢 there there is not a point f lying on ad such that ef ef 是小於23cm 今天就做完了 說 呢 感谢观看